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不喜欢我唱歌 但是在2012年的时候 我跑去报名了一个 新加坡的歌唱比赛 叫做明星学院 在决赛之后 奶奶就录了VCR给我 她在VCR的时候 有说她支持我 然后希望我可以好好唱 好好地去追梦 然后那句话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可是在比赛过后 不久奶奶就去世了 今天来到了星光大道 我相信奶奶在天上 一定会守护着我 也会看我的表演 爸爸妈妈也来到了现场 希望我可以做得最好 不要让他们失望 没 没有蜡烛 就不要勉强庆祝 没 没想到达 就不要寻找题目 没 没有退路 那我也不要散步 没 没人去仰慕 那我就继续忙碌 来 来 来 四千小后 差一点忘记了怎么倒数 来 来 从此以后 不要犯同一个错误 像这样的感触 写一封情书 送给我自己 感动的劳酷 很久没哭 不是为天大的幸福 唱着一份礼物 这一封情书 这一封情书 给自己祝福 可以不在乎 才能对别人在乎 会暗吗 从开始哭着忌妒 眼中的笑着羡慕 时间是怎么样 爬过了我皮肤 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像这样的感触 写一封情书 送给我自己 感动的劳酷 很久没哭 不是为天大的幸福 唱着一份礼物 这一封情书 给自己祝福 可以不在乎 才能对别人在乎 让我牵手 像这样的感触 这一封情书 送给我自己 感动的劳酷 很久没哭 不是为天大的幸福 唱着一份礼物 这一封情书 给自己祝福 可以不在乎 才能对别人在乎 没有开玩 可以不在乎 才能对别人在乎 从新加坡远道而来的 易威尼 由于拍摄掌控不够成熟 导致眼前的大门迟迟无法开启 一号 再会拆拆 难过 一个灯都没有 这样子 所以很重要 你已经尽力了 你很好 对 一个灯都没有 这个顺利 我妈妈妈 我妈妈 你